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黑色吊带自拍登场,性感火辣惹眼羡慕 国庆假期已过,大部分人又回到了早八晚八的打工人生活 本以为明星很自由,没想到也期待着假期 这部,85花当红女星赵丽颖也在微博上发文感慨假期结束 并配了一张黑色吊带自拍照,一句离下个假期更近一天 引发了大众的共鸣,许多人纷纷评论到等元旦了 首先,赵丽颖的自拍照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她的自拍照展现了她自信、优雅的形象,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点赞和转发 其次,赵丽颖在配文中表达了她对假期的感慨,引起了网友的共鸣 许多网友在评论中表示,假期过得太快了,还想再放假一段时间 也有网友表示,要珍惜每一个假期,好好享受生活 最后,赵丽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拍照的行为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许多明星和公众人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表达 这有助于增强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性和用户参与度 综上所述,赵丽颖发布黑色吊带自拍照并感慨假期最后一天的行为 引发了网友热议,既有照片本身的影响力,也有配文的情感共鸣和示范意义 不仅是这句文案引发了大众共鸣,更是配图示衣张颖宝的对脸自拍照 身穿黑色吊带,许多网友不禁评论道,性感又火辣 除此之外,赵丽颖的颜值状态也是备受关注 从发的照片中可以看出,赵丽颖状态很好,脸部很是圆润,肤如明知,太漂亮了 赵丽颖的五官和脸型都非常精致,美丽动人 她的眼睛淡而明亮,嘴唇红润,皮肤白皙,给人一种清纯可爱的感觉 赵丽颖的形象非常亲民,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她的笑容温暖,让人感到舒适和愉快 赵丽颖的美不仅仅局限于一种风格,她可以展现出清新,甜美,高贵,性感的多种风格 让人们看到她不同的一面 虽然赵丽颖的颜值备受关注,不过最令人称赞的还是她的演技 她在多部电视剧和电影中的表演都得到了观众和评价人的好评 塑造了多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证明了她不仅仅是个花瓶,还是个实力派演员 总的来说,赵丽颖的颜值非常高,同时她也拥有出色的演技,备受观众喜爱 当然赵丽颖的感情婚姻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 前一段时间频频传出要与冯绍峰复婚的消息,也上了很多相关热搜 明星的感情生活往往受到很多关注和猜测 然而,明星的感情走向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意愿,工作安排,家庭状况等等 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外人很难预测或干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赵丽颖和冯绍峰已经离婚,并且各自都在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虽然有一些消息趁他们可能会复婚,但是这些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也不应该轻易相信 赵丽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女演员,但我们不应该过多关注她的个人生活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个人照片是她的权利,她有权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表达自己 我们应该尊重她的情感选择,无论是结婚,离婚还是再婚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支持她的演艺事业,而不是根据她的私生活来评判她 赵丽颖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给观众带来了欢乐和娱乐 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她在这个领域的才华和贡献,而不是太在意个人细节 最后,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和尊重的形式,不应该散布谣言,也不应该就他人的私生活进行不必要的争论 这将在社交网络上创造一个尊重和温和的环境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